大家好,今天我想介绍 我平时都会煮你吃的上海菜饭 菜料很简单,有白菜 上海白菜,我用了两包 还有腊肠 其实多少腊肠你自己喜欢 我放了两条腊肠 冬菇用水浸淋,冬菇水流 快点,我已经准备好了 所有材料 我还有暖水浸淋,切片 冬菇和小糖菜切丝 今晚只有我们两个人吃 我用了一瓶半的米,洗净 所有材料都准备好 就要起锅了 放一点油 最主要是炒香的腊肠和冬菇 腊肠会出油 不需要加太多油 炒香 煮出来饭,我觉得更香 更好吃 我每次煮上海菜饭 我一定在炒油锅 炒一炒所有材料 所有材料都很随意 你喜欢吃多些辣肠 就加多些 或者你不喜欢吃冬菇 你不加冬菇也可以 或者鸡肉也可以 我加了很多小糖菜 加了两包 有四棵 因为这几天 只有超市 在这里做特价 所以我买了两包 加多些菜 吃多些菜 以前的弟弟 小时候 会哄他们吃多些菜 我也是用这个方法 所以加多些菜 少些米 煮法 最主要是把所有材料拌均匀 你看看 因为小糖菜都会出水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加太多油 或者太多些水 炒 然后就加一些盐 因为我有其他熟 所以我就加了半茶匙的盐 然后继续拌均匀 如果有些人喜欢 鸡粉 或者蘑菇粉 都可以加的 那我就觉得不需要 已经够小鲜味了 好了 看到些菜炒到半三十一阵 就把所有材料 就放入电饭煲 用电饭煲 来煮熟些饭 有时工作很忙 煮些有味饭 一煲过 省时省力 然后就加水 我留下冬菇水 就加进去 不需要加太多 你现在看看 我的饭是那些菜 多过饭 那些小糖菜 会继续出水 所以菜饭 就一定比平时 加水 煮饭少 那如果你一看 如果假设那些菜 多过饭的话 你更加就要加少些水 等电饭煲煲好饭之后 我都会继续 差不多五至十分钟 才拿来吃 那我现在看看 煲成如何 看起来分明 真的不错 一开过 就闻到香味了 我们就拌一碗 看看饭是否煲得多好 所以水就差不多 刚好 如果没有其他菜 鹽 加多半茶匙 等于放一茶匙的鹽 差不多了 我今天有其他菜 而且辣肠也有咸味 所以我加了半茶匙的鹽 味道就刚好 希望你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试一下 多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